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听到的是李心杰所演唱的《又下雨了》 《又下雨了》你最喜欢的天气 声音几场播放着伤心的歌曲 你在这桌城的那里看雨 是一个人还是已经有人陪着你 《又下雨了》你最喜欢的天气 收音几场播放着伤心的歌曲 你在这桌城的那里看雨 是一个人还是已经有人陪着你 《又下雨了》你最喜欢的天气 远处的雷声有没有吓到但小的你 《又下雨了》你最喜欢的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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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跟比较年轻的学生朋友在聊天 他就问说 其实已经不是小朋友了 就是我大学已经毕业了好多年的学生 问说最近有没有什么大家都很喜欢看的 他就推荐给我《鬼灭》 那时候他就跟我说 老师你可以看《鬼灭》的漫画 但是漫画很多 如果你觉得看漫画好累 你可以去网路上面看《鬼灭》的动漫 动漫也还蛮好看的 然后我就说《鬼灭》是什么东西 他说反正就是怎样讲 很简单跟我讲了一下 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于是我就去看了 我记得是在放暑假之前 我们小月堂准备要下令之前 有一个大概两三个礼拜的空档的时间吧 那我就以一种姑且来看看 他到底有什么好看的心情 我就看了《鬼灭之刃》的动漫的第一集 看完之后说真的我就停不下来 我就一直一直把它看完 刚开始是抱着一种我来研究看看 因为当初在看《晋级的巨人》的时候 也是用那种我来研究看看的方式看 但是《晋级的巨人》我并没有看完 后来我想说看看《鬼灭》发现 其实《鬼灭》刚开始的那些感觉 就是鬼杀了主角 《炭之狼》这个少年全家人的那个场景 其实又跟《晋级的巨人》里面 男主角的妈妈在他的面前 被巨人很残酷的生吞活吃的那个景象 其实非常的相像 这都是悲愤的男主角 然后要为自己的家人报仇的故事 但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是 少年炭之狼他还有另外一个任务 就是他的家人虽然全部都被鬼给害死了 可是却有个妹妹迷豆子呢 他被鬼的血喂进了身体里 所以他也变成了鬼 那炭之狼呢不忍心让他的妹妹 真的就一直变成鬼 所以他要去寻找一种 可以让妹妹变回人的方式 因此他又多了一个任务 这个任务呢就是不仅是要复仇而已 他还要保护着他的妹妹 让妹妹有一天可以变成人 于是他就踏上了他的锻炼之徒 他后来呢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困难 以及一种挑战极限的训练 他不断地告诉自己说 为了妹妹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放弃 那在这个过程中 他也遭遇过很多的误解 比方别人认为你为什么要带着你的鬼妹妹到处跑 鬼跟人本来就是人鬼殊途的 这个妹妹就是应该要被杀掉的 因为他已经变成鬼了 但是呢对炭治郎来说 他就是我亲爱的妹妹 谁都不能伤害他 特别的事情是 这个鬼妹妹呢 竟然也会在某一些特殊的时刻 为了保护哥哥而施展他的力量 所以人们慢慢就发现 虽然妹妹是鬼 但他跟一般的鬼又不太一样 因为他还有人性 维系着这个人性的是什么呢 就是爱 就是一种对于家人的爱 一种为了家人可以牺牲奉献的这种爱 我觉得这是非常感动的部分 那还有去探治郎对于他的家人的那个很深的情感 也是让我觉得很棒的部分 后来到了暑假的时候 我们开了夏令营嘛 然后我才发现说 Oh my god 真的有一半的孩子的身上都带着鬼灭的东西 不是水壶啦 就是 嗯 就是什么 就是呃 那个外套啦 要不然就是什么 T恤啦 各种就是跟鬼灭有关的东西 那等到暑假 还好那时候我就想说 哦 还好我有看鬼灭 所以当他们有时候在那里吵闹啊 或者是战客不专心的时候 我就说 哎 你们知道那鬼灭 我只要讲那鬼灭两个字哦 所有的小孩都会突然间被施了魔法 要定住 然后开始看着我 眼中呢 就放射出一种崇拜的眼神 甚至有些孩子就直接忍不住说 啊 门君老师你也在看鬼灭哦 对我在看鬼灭 那你最喜欢谁 迷豆子 为什么你喜欢迷豆子 因为你看迷豆子 以前当人的时候 看起来是一个多么枯燥乏味的女生 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 要和服穿得一层一叠的 但是当他变成鬼之后 整个大开展 头发散下来 然后当他在格斗的时候 那个腿哇 飞踢 充满了力量跟能量 你有没有觉得看起来很过瘾这样子 好 我说我就看到一个人蜕变 觉得很赞啊 然后他们就很开心 跑来跟我讨论鬼灭的种种 好 那我就陆陆续续把26集 在网络上能够看完的动漫都看完了 但其实他还没有结束 好 然后我想说好 那我就跟我们的小学堂的孩子们一起等 等什么呢 就是等那个到了十月的时候会有剧场版 就是在电影院里面演出的 然后呢 等到我们九月开学的时候才发现 真是放眼望去 尽是鬼灭的国度 已经完全完全完全的沉沦了 全部都是鬼灭 全部都是没有 几乎没有什么意外 都是鬼灭 各种鬼灭产品 当然还有包括鬼灭口罩 然后我们小学堂会发那个帆布的包包给孩子 我们有一个素的帆布包包 上面有一个小学堂的logo 但是呢 拿回去之后两个礼拜孩子再背回来 上面已经全部画满了鬼灭的主角 而且画得栩栩如生 我说 哇你好厉害 你怎么会画这个 他说我爸画的 爸爸帮他画的 所以真的不是小孩喜欢 大人很喜欢 有一天呢 有一个孩子带着一个放学以后 一个孩子带着家长 回到我的面前 带着妈妈说 妈妈说不好意思老师 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 请问你在看鬼灭之刃吗 我说有 然后那个孩子在旁边欢呼说 是不是妈妈 我就告诉你老师也在看 妈妈就说 但是我不准我的孩子看 我不知道为什么老师你会觉得 你会想要看这个戏 而且你会认为可以给孩子看吗 我说我认为可以 他说我为什么 我说我们常常不断地跟孩子说 你要孝顺啊 你要什么胸有敌功啊 你要怎样怎样 但是呢 你讲那么多 他完全无法吸收 今天呢 这个作者呢 他就为我们打造了一个鬼灭的世界 让你看到这个叫做 炭治郎的孩子 他是一个多么正直善良的孩子 他是一个对于他的家人 有多么深的感情 而这是一个多么有凝聚力的家庭的故事 当他面对很多的挫折 或者是面对一些致命打击的时候 他永不屈服 他不断地去争取一切可能 为的是要实现自己的理想 他在训练的过程之中呢 几次啊 死去活来 但他都坚持下来 这不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吗 妈妈就说 可是那个暴力跟血腥 我说妈妈 你以为我们的孩子不看鬼灭 他就看不到暴力跟血腥吗 其实鬼灭确实是有暴力跟血腥 但他不是为了暴力而暴力 也不是为了血腥而血腥 他比孩子们平常在网路上面 会接触到那些暴力血腥 或者是一些游戏里面的暴力血腥 比起来 我觉得他有意义多了 因为其实他透过了这样一个故事 告诉我们人应该怎样活着 能够怎样让自己活得好 成为一个好人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后来那个妈妈就说 好 我知道了 老师那我今天回去之后 我会跟孩子一起看 后来那个妈妈有跟我讲说 她很开心 她有跟我聊 后来她就跟孩子一起看 然后她后来也跟孩子一起 走进了电影院 然后跟我一样 我们就是哭成一个猪头出来 我发现我很喜欢鬼灭 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原来我是一个 非常喜欢teamwork的人 虽然我的本性是很孤独 而且我是一个很孤僻的人 我一点都不在乎自己一个人 而且很多时候我都很想说 可以让我安静一下吗 我只想要自己一个人 但是当我在执行一些理想 或者是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跟一群人在一起 发挥我们的热血 互助大家一起去完成 就像那个鬼杀队的那些年轻的孩子们 他们前谱后继 为了理想不怕牺牲 然后一起互助 比家人的感情 还要浓烈的这一份情感 是非常非常动人的 所以很多家长会说 她是血腥暴力 我不让我的孩子看 但是我觉得可能应该要先把血腥暴力 这些事情放下来 仔细去想一想 为什么这么多的孩子 这么多的大人 这么喜欢 这里面到底能够让我们的孩子 得到一些什么样子的启发 或者是一些引导吧 我们现在要来听到的 这是十三乐团所演唱的 杨凡 杨凡 字幕志愿者 杨凡 字幕志愿者 杨凡 字幕志愿者 杨凡 好 今天很开心哦 我们选了这个杨凡这首歌 是因为等会我们要介绍一部 我觉得非常棒重量级的绘本 那同时呢我也见到了我 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老朋友 特别开心啊 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两位呢 是四野 1234的四 知乎者也的野 四野文化出版的总监张文婷 文婷是我的老朋友 文婷好 老师好 麦娟老师好 好的 接下来呢 就是我刚才说我们要介绍 这部不得了重量级的作品啊 这一位是金鼎奖 常常得奖的作家 他也是一位绘本作家 那是李如青 如青老师 惠君老师好 大家朋友大家好 好的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啊 就是要谈出版的书嘛 同时也要来谈谈这个 这个出版社 我听说这是一个很小的出版社 我先请问一下我们的总监 文婷总监 我想要请问一下 你当初离开出版社 因为我们是之前在 另外一个出版社合作嘛 这个蛮有规模的出版社 那你当初离开这个出版社 然后来到这个感觉还蛮小的 小而美的出版社 哇 我觉得这个对你个人来讲 也是一个蛮大的转变 对不对 对 其实我觉得应该 归咎于我是双子座 就是我大概每隔十年 就会做一个大的转换 原来如此 就是我以前是圈外人 我不是出版人 然后二十年前我进入了成品书店 然后十年前我进入了青植天下 然后现在又过了十年了 所以我也在今年 我想大家都有感受 变化非常非常的大 今年真的是变化的一年 太大了 全世界都在变 那我自己也在思考 那我接下来 我应该要做些什么样的事情 那因为也历练过 就是很多的领域了 包括版权的领域 所以应该从上游到下游 几乎都做了 可是我一直觉得说 在最近大家应该感受 就是好像大家越来越不阅读了 或者书籍越来越难卖 对 那书籍是一个过时不被需求的东西吗 大家都在探讨这件事情 还是说我们对于乐听人不够了解 那下个世代的乐听人 他们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我们没有做出来给他们 所以我就想要自己来为自己做一个实验 那四野的Kiki呢 她也很有实验精神 所以她在创立四野十年之后 她也在想她的未来 要往哪个方向去发展 所以我们决定回到这个做文本的初心 因为我们都是爱好文学的女文青 所以我们很喜欢文学 那我们觉得童书里面 在这几年的商业操作之下呢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只在意孩子的品格教养 那我们忘记了我们要陶冶孩子 最内在核心的东西 其实不外乎是一个美丽的图画 还有一段很精心设计的优美的文字 然后让他们从内而外 去陶冶他们整个的那个心性 所以我们会比较关注在儿童评权上面 或者是比较具有文化跟交流的部分 所以我们的每一个绘本 我们都会跟台北市民交响乐团合作 做成儿童音乐剧 用不同的方式来展演给孩子们 所以让他们有很多的临场经验 所以我想家长不再是 只是凭着网路上的口碑去买一本书 他应该更要去了解 拿起一本书来理解 这本书到底对我的孩子 是有什么样的影响 然后我们带着孩子一起真的进入 深度的阅读里面去领赏 对 我刚刚在听文婷讲的时候 不断的两个字很简单的两个字 不断的浮起 这就是美感美感美感 其实我觉得懂得美感的人 他大概就不会变坏 这个是真的 对 对 所以我那时候在读 正和下西洋的秘密这本书 就是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 李如青老师大作的时候 我也是不断的想到美感还有细节 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我被这个巨大的绘图所吸引 然后我觉得最吸引我的 不是他的大 而是他大中间的小跟细致 精致的那个部分 是文婷把如青老师挖到贵出版社了吗 不是 是如青老师特别赏识我们四页 特别赏识是不是 对对对 他亲自把这个很棒的作品 送到我们的眼前 真的啊 所以我三月加入四页的时候 我看到的第一个文本 就是这个文本 对 然後我们就跟着Kiki一起来 针对文字 因为图我们真的不擅长 所以我们大概能做的工 就是在文字上 跟故事上的调整 那所幸就是说 在这个文图的配合上面 因为我想正和夏夕阳 大家耳熟能详了 那对他的好奇度 好像没有那么高 可是我们想说的 也是一个不平凡的故事 所以我们到底该怎么样 让大家发现这个秘密呢 所以待会请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 好的 如青老师 你是怎么发现四野出版社 竟然愿意把自己 这样重量级的作品 交给这个小而美的出版社呢 哦 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但是我比较靠缘分吧 就有一次不小心碰到Kiki 就说啊 如青老师你 登登登登登 好啊 那就试试吧 哦 所以也是有这个缘分 对 那现在这个书做出来了 您个人满意吗 哇 当时总监问这个问题 很满意啊 不满意就打屁股 对 那我们就来讲讲 郑和夏西洋的秘密 其实我们在读历史课本的时候 我们都有读过郑和夏西洋 但是我们不能够真正理解说 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工程 是一个多么伟大的行动 但是透过您的书 我们就真的有看到 因为你是巨细迷的 从造船的故事开始讲起 可是这个里面有一个秘密 这个秘密也是我前些年 才听人家说的 就是说那时候哥伦布 带着他的这些人 去探索世界的时候 他们航海 很多人都得了败血病 他们说你知道吗 郑和夏西洋就没有 你知道为什么没有吗 不知道 当然不知道 他们说 哦 因为他们都在吃豆芽 豆芽是一个可以自己种 自己吃的东西 我到那时候才知道 我想说到底有多少人 知道这件事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本 这本书的时候 发现这个秘密 真是用一种非常美好 而自然的呈现方式 我相信会让很多大人 跟小孩都有一种 哦 原来如此的感觉 老师怎么动念 要来做这样的一本书 其实我在很早以前 对海洋 这么说我喜欢海 我喜欢船 你金门人吗 对 我对船的经验 有坐船的机会 我就不会想要坐飞机 我宁可很漫长的坐 我都觉得是个享受 但对于船的这一个故事 各式各样的船 西方的船 东方的船的故事 其实我知道了也不少 但是在有一年 有特别多的朋友 海底海上的 都会给我很多 很多船的海洋的讯息 那太多 太多的时候 我们就不容易选择 那特别是郑和的故事 其实多到不像话 他的秘密太多了 不管是人的秘密 船的 国家的 甚至是一个小小的装备 或是光是郑和这一个人 或是皇帝这一个人 太多了 但那么多 其实也很多人在写 可是我再有一次 跟一个学校的老师 就去他们的教室 就聊了聊 他说 你拿给我看 他们教室的一个孩子 自己种的一些花花草草 我要怎么布置 就这样聊起来 就把它弄成一面墙 弄成一面墙 种什么呢 我回去就帮他找资料 找着找着 竟然找到 原来六百年前 郑和比我们更早 就做这件事了 他不是在教室 他是在船舱 哇这个想法 我马上脑海 就有这个画面 海上的教室 海上的一个一个房间 在种菜 哎呀这个太特别了 很感人的一个画面 想起来觉得很感动 我会想象 我就在那边种菜 自己想象 我有看到老师有写说 想象自己在那个船上 带着两个小孩 在那里种菜 帮郑和种菜 对不对 帮他们船上的人种菜 对 而且那个时候 不是只有大人 对 还有小孩 船上也有小孩 对不对 好 所以郑和下西洋的秘密 这本书呢 是四野出版社 所出版的 它是一部 让人看的时候 觉得相当感动 也相当震撼的作品 值得您跟孩子 一块来欣赏这本书 看起来 放肆转 放肆去撞 放肆是我的信仰 再不吵枪 梦想永远只会是个梦 想太多又想太重的梦想 还不如干脆不多想 每一个邪恶大郎 都会有浪花绽放 我吹听边冲边欣赏 牛肚药我们都活在地上 偏偏我就想要飞翔 要振脱命运科棒 要推翻柏林为家 要站上巨人的肩膀 梦想永远是理想 一路都有人阻挡 人们说得荒唐 只是我的心中的健康 就放肆爱放肆拳放肆去唱 放肆的大闹一场 不能原谅 如果很多年和我可是这样 就放肆爱放肆拳放肆去唱 放肆是我的信仰 不算不成像 梦想永远只会是一个梦想 可能不只要有一颗星光 就看看很远大西洋 我还有一把吉他 我还有一曲斯坦 为什么还不能适当 答案会假设生命是正常 就让我进步投降 把伤痕装满手掌 把哭声装满心脏 把歌声装满肥火烂 我想永远是女光 只有剑影的模样 会有什么细节 什么体验 不要只猜想 就放肆爱放肆嘴 放肆去唱 放肆的大闹一场 你能天亮 如果很多列歌 我可是这样 就放肆爱放肆 再放肆去唱 放肆是我的信仰 才不去闯 梦想永远只会是一个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 是五月天所演唱的放肆 而您所搭乘的是 第二个下时的幸福号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四野文化出版的总监张文婷 以及呢 现在拿着我手上的这一本 我觉得非常惊人的一部绘本剧作 它是郑和夏夕阳的秘密 这本书的作者 它是常常获得精灵奖的 李如青 如青老师 那我们刚刚讲到 这个郑和夏夕阳的秘密 我想先问一下文婷 当你整本书稿全部拿到 你看到如青老师 这些巨细迷移的 这么精密的绘画 然后画出了这样的一个 大时代里面的这些事情 你当时的感受是什么 我看到的时候 我非常的感动 因为通常就是 我们如果读过很多绘本的人 绘本迷 你大概会知道 有个作者 西方的作者 叫做大卫麦考利 那他画了很多机械的东西 然后那个秘密 就是都藏在他的人画里面 那我就一看 我就想说 我们台湾 终于有我们自己的大卫麦考利 就是可以把 比较科学性的 非文学的那个细节 然后用文学的方式呈现出来 那因为我们大部分 给孩子的读物 我觉得以文学为主 说真的 那在现在这个时代 那我们一直也希望 培养我们的创客 你要让他从一个 对现象的事情好奇 其实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这本书 像一个路口一样 就是透过这个 600年前的小创客阿武 他带着你看到 他的第一件创客作品 就是他在船上种蔬菜 然后帮助了大家 能够有顺利的航行 那以及 其实这只是一个起点而已 就到底这些船舰是怎么被造出来的 他其实里面有很多的事情需要被去探究 以及后来船到了海上去 又怎么样去完成他们的旅行 这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孩子看到这个书之后 也许他解开了第一个秘密 可是那才是刚开始 因为还有无数的秘密在等着他 那我们就期待孩子能够走入这样的世界 是 游欣老师你花了多长的时间 把这一部作品完成啊 我实际无法 实际无法算 太久了是不是 对 太久 因为最初的练想 可能已经十年前了 然后就是陆陆续续 十年磨一剑就是这样 哎呀 那个十年可能不完整 就是缺这个缺那个 然后或者是 这个主题没有那么强大 所以是陆陆续续遭遇碰到了一些细节 一些很关键的就是我跟他说 一个老师然后跟我聊 他们在班上种菜的那件事情 就这样一个触碰 那我就觉得在海上种菜的这件事 就太特别了 对 太特别了 然后现在你看现在这个时代 我们对于这个生物 地球生命的理解 可是如果孩子也可以种一个 从小小的豆芽开始 我觉得真是太棒了 而且刚才如今老师有讲 说您真的其实花了很长的时间 很大的气力要去收集 这么多这么多的资料 在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罐头 所以这些船员他们上船之后 有两万七千人对不对 这个船队有两万七千人 他们吃什么 除了我们说他们在船上种菜之外 他们其实平常还要吃别的东西 那这些东西是什么东西 人们怎么去满足自己的这些 需要食物的欲望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不只是种菜 养鸡养鸭养牛 全部都在船上 还有一艘船叫做马船 上面都是马 在马 站马用的 因为他们去到那么远的地方 也不知道那个地方是好友善的 还是充满敌意 对没错 所以那个这个舰队 正合的这个舰队 大概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的 第一支海军陆战队 海军陆战队好酷 因为他们都是挑过的 甚至你看两万七千人生病了怎么办 所以光是药材的准备 还有医生 大夫 那有一个食材叫做豆芽 这个东西 特别是黄豆芽 豆子这个黄豆绿豆 这些豆子在你没有煮 你煮的时候很新鲜很好 甚至有退粮各种功效 但是豆子一旦发芽 它反而成为最新鲜 不是变旧 而是最新鲜 那特别是黄豆芽 如果又晒干 它还是个药 所以它光是准备药 然后刚才讲 养鸡养鸭养牛 海上牧场 他们吃什么 所以不是只有我们人要吃 还有很多动物要吃 是啊 所以这个工程 其实不只是种菜 包含水的处理 对 那么多人要喝水 然后所以他们水的循环 也是在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太多科技 太多秘密了 真的 甚至可以这么说 就是当时的腌制的技术 应该是史无前例的特别的高 就是为了供应这一批舰队 也就因此你看 郑和 晚郑和 六八十年后的哥伦布 还会发生败血症 是他们船队的一个最大恶梦 对 但是郑和的船队没有败血症 他只有很轻微的其他的事件 其他的伤痛 没有败血症这样的病症 就是跟他们在饮食的时候的 这种营养的均衡是有关系的 对对对 所以真不容易 但是为什么是郑和 老师一定有研究过对不对 哇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名义了 为什么是他 他是太监啊是不是 是 为什么是他 特别是那个 朱元璋那个时候 一蹭地之后就下了一道指 是 太监不准干脆 只准在内庭 但是到了朱立 他反叛嘛 然后朱立夺了政权之后 他派郑和 所以郑和这样的一个太监 有什么样的威力 让皇帝这么信任他 而且你看 在那个时代 统领全国最精锐的部队 出去海外 对 因为他要宣达 让外面的国家知道 明朝好不好 大明皇朝 怎样怎样 对 所以郑和一定有 博得他一个相当大的信任 过人之主 功能 没错 所以郑和在他当时候 静难之一就已经立了大功 而且郑和听说身高九米 不不不不是九米 应该是1.9 听说1.9米 对 郑和又高又快 应该又蛮帅的 对 然后 竟然这么 特别重要的一个是 郑和会阿拉伯化 这样子 对 他们家是 世代都姓回教 姓回教 他们姓回教 然后 那个 这整个船队需要的翻译可多了 没错 他们要去那么多不同的地方 对 而且所以翻译还有文书 那个商办 什么采买 厨师各方面的人太多种了 但是光是一个 可以 因为那个时代的波斯人 阿拉伯人是航海算是 在那个时代才是最 最厉害的国家 嗯嗯 然后 他有很多政治目的啦 就就 就 那个 朱立那个时代 他有很多政治目的 需要去 要要去 外层 一个地方 让 然后 郑和的 的 他的那个 所以他 甚至还有一件事 我一直 最想最想话的是 他最远到非洲 对 我有看到你那个图示 显现出他到非洲 他去非洲干嘛 他带回来一只 长颈鹿 你就想象一下 一只长颈鹿 怎么上船 真的 而且他要在船上待 可能要超过半年 那么久欸 是 所以当时是只有一只吗 啊 可是回来只有一只 是确定的 确定回来的时候就有一只 我们故宫有一张国画 有一张画是 就是画 郑和带回来的长颈鹿 嗯 然后 然后 然后那个 永乐大帝 嗯 看他是一个祥瑞之兆 嗯 因为他是麒麟 对 哦 他认为这就是麒麟 所以 哇 郑和 然后好像帝斯斯带回来 嗯 我就在想 哇 这一只 怎么在船上 生活 怎么喂他 对 哦 然后 还有 就这整个过程 我都 然后还出现好多 想 还没画的画面 对 所以我觉得 郑和下西洋的秘密 这一本应该是part one 弹的是小豆苗 接下来就要在part two part three 应该可以出很多本 我们现在来听这首歌是许舒豪所演唱的白色愿望 他在黑夜的天空绕着地球 你在夜晚的都是看着天空 细数着星星的树木 到处等待每分钟 白色未来有多少无法掌握 天长地久的幸福是他的承诺 红色和绿色的祝福 代表温暖的包容 你所搭乘的是第二个小时的幸福号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我们今天介绍的是四野文化所出版的 郑和下西洋的秘密 那这一本书的作者呢 是吕霍金鼎奖的李如青 如青老师啊 那今天呢 还有我们四野文化出版的总监张文婷啊 那刚才我们就在聊这本书 也同时聊到郑和说 郑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为什么会可以去承担这样大的一个使命 他本身应该也是一个非常喜欢航海的人 但是我们现在去回想一下 当时或者想象一下 吕霖金鼎奖老师 当时他们要造多少船 才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使命啊 就我得到的资料 就查了非常多的资料 他们第一次出航就200多艘船 但这200多艘都是比较大的船 对 所以这中间还需要有一些联系的 所以有一个说法 大大小小的船会超过600 所以他可能有些小船 帮他们传递一些讯息或什么之类的 对 因为这么大的船无法靠岸 对 即使在现代 有一些大游轮都无法靠岸 没错 需要接驳 那像郑和的保船的规格 大概我们在那个600年前 很多港口是靠不了的 对 所以都需要很多船来接驳 那他的船的编队 又分太多样了 有兵船 马船 梁船 站座船 水船 宝船 这船的样式太多了 所谓的宝船 是不是就是规模最大的 然后里面可以承载最多的东西的 那种船叫宝船 这一艘船就是要再宝物 宝物 你要出去拜访朋友 你要带礼物 了解 那朋友也会送你礼物 对 所以这些礼物其实都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很重要的象征 象征性的意义了 所以他需要特别保护 然后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船的规格特别大 但是因为这个说法很多种 有人怀疑在那个时代不可能做这么大 你船体结构各方面不可能 所以这方面 而且他被后面那个皇帝有刻意把他销毁 所以正合的官方资料的原始档案是没有的 剩下的都是一些他的部署 比如说有一个马欢 马欢他跟着他也出过很多次他就有记录 OK 然后也有别的别的从墓里面挖出他的一个墓碑 墓志文 有写他有参加哪一次的航行什么什么的 就留下甚至泉州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天飞宫 那正合的正合的幸福一觉 他是所以他有一个愿望就一直希望能够去卖家 有一次就 朝圣是不是 对要去朝圣 他有一次去了 是哦 对对对 但是他正合的宝传上面还盖庙 对啊 对 连那个庙老师都画出来 这个庙到底是在供奉谁 你看他就是 马主听说是在前面 船的前面 OK 这个是在后面 这是后面的 就是当时整个民间还会信奉的 包含玄天上帝的什么的都会在这个庙 一来最主要就是这么庞大的人群在这里 这个信仰是非常必要的 然后又去到那么远的地方 所以这一个还有两个很特别的人 两种特别的人在这边工作 是 一种叫香官 香官 点香的 哦 每天香火不动 祈求 专门负责点香 对 但那个时代的香 还有一个作用 是祭祀 所以我们连续去常常会听到 一炷香 一炷香的功夫 对对对 了解 这是需要一炷香 所以他们这个香也在祭祀 是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叫阴阳观 阴阳观 就是彻天文 然后蒲卦各方面 吉凶看天象 看星象 有这样的人 所以这个是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寄托的地方 嗯 了解 所以现在这样想起来会觉得好像在这个船上 这么一个舰队 这个船队感觉有点像是一个中型的城镇 然后什么都有 就自给自足这样 其实今天时间真的是不够多 所以我们要先把这个正合下向的秘密先放下 我们要来聊 如青老师现在跟我们四野文化 正在进行一本新的也是很了不起的绘本 我刚才已经大概稍微看到了一些草图 觉得非常感动 文婷来聊一下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 如青老师可以说吗 如青老师他其实守着这个秘密一阵子了 真的啊 已经差不多是该告诉大家的时候 明年的一月如青老师他要推出一个也是他研究了非常非常久的一个大作 那是三部曲的大作 那从我们原先谈的是一本 然后到后来觉得哇这个实在那个一张张突出来之后 我们觉得实在是太厉害了 我们觉得可能说不完那个故事 甚至延长也是对这个故事来讲诠释会更完整 因为他是一个大时代故事 关键的字叫做凌望 大家都知道凌望爷爷 大家都知道爷爷了 凌望这只大象到底跟台湾有什么关系呢 我想在我们这个五年级的人我们可能知道 但是接下来的孩子可能不是那么清楚 包括我的小孩他们都不清楚 可是我们对他的感情非常深厚 那我原本以为我跟他的感情就只是在动物园里 但是等到看到老师的作品之后 那他从那个马来西亚的那个丛林开始 丛林小象 这个丛林小象被带到大陆去 然后他成为一头战象 战象这两个字映入我的眼帘的时候 其实我是真的是大惊 我从来没有想到他跟战火的关系 虽然我们隐隐约约知道 那我觉得我们这个年纪跟战火也是相距遥远 那我的父子辈那一辈 那他们是隔海过来的 所以我就想到我父子辈在大陆上 他们经历的那场战火 以及他后来来到凌望来到台湾 从高雄一路到台北迁徙 他经过了三次的迁徙 所以就成为这个是构成这个很精彩的三部曲 就是讲的怂一点叫做凌望过台湾 好怂我的天啊 对那这个故事其实真的就是一个大时代 大时代 然后如馨老师选择的是 从一头小象开始说起 然后最后就是凌望最后是买骨在台湾 就是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动物的成长的故事 但其实他也包含了我们这几十年来的一个 从迁徙然后到怎么样在这个地方 大家生根然后落地 然后怎么样的改变 所以他真的我说是一个大时代的故事 是一个历史 对甚至我们在第一本里面 我们会看到那个二次世界大战的缩影 对我刚才看到草图的时候 我光是看到那个凌望的小象时期 我就有一种鼻子酸酸的感觉 说他曾经也是一个这么可爱 活泼在森林里无忧无虑的小象 后来是什么改变了他的人生 是相声 对 好 所以今天就是很开心 我们要跟大家介绍 也希望大家可以注意 我们这个四野文化出版社 1234的四 知乎者也的也 那如果今天我们有很多家长朋友 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 那么我们很建议你可以去找到 我们四野文化所出版的这一系列作品 还有就特别注意一下我们李如青老师的作品 相信他必然可以带给你跟你的孩子 一些完全不同的新的一种很厚重的文化的 自然的大海的历史的各种不同的感受 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文婷 也谢谢如青老师 期待着明年我们一起来迎接凌望 再一次来到这个世界走过我们的眼前 非常谢谢两位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是SH一所演唱的 新还是热的 感谢您搭乘两个小时的幸福号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天气有点冷 大家好好的保暖哦 我们下礼拜见 明镜与点栏目 谢谢老师 有点赞 订阅 谢谢老师 我面对自我被爱情 把护掠夺 不懂得放手 任性的故伏过 崩溃的被一起过 尝到了香甜和酸涩的后果 却会要抉择 心还是热的 也就不怕了 带累的故事 在回忆消落 我会骄傲的去去的 曾经勇敢的冲动 留下灿烂的时刻 跳往总是迷惑 回首才终于看懂 得到的 多比失去的还贵重 已经算圆满 心还是热的 眼睛更透彻 曲折的历史 完成了自我 我要为信仰去承诺 远远勇敢而执着